钢琴家肖邦在年轻的时候 展露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 然而身边的很多人却总是诋毁他 打压他 有人说他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 有人嘲笑他不可能有前途 肖邦感到非常痛苦 每一天都活在焦虑中 甚至一度想放弃钢琴事业 有一次他请求一个好友联系剧场 结果竟遭到对方的讽刺和拒绝 愤怒之下 肖邦果断远离家乡 开始周游欧洲各国 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 他反而能心无旁骛地练习钢琴 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想起媒体人陆昌文提出的一个词 底层关系 这是一种糟糕的连接关系 伴随着挑剔 打击 不满意和不支持 一旦被这种关系套牢 他就会吞噬你的能量 榨干你的生命力 最终迫害你的人生 一个人的命运浮沉 和他所处的关系 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 而改命最好的方式 就是及时斩断那些底层关系 一 黑洞型关系 全层突围里提到过一个黑洞人的概念 生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 不停散发暗黑能量 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泥沼之中 他们身上总有一片乌云 往往悲观厌世 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 与他们相处久了 便会觉得万物阴暗 身心违靡 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 自媒体作家李悠悠 在留学期间 曾遇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生 两人在一家酒店兼职 很快便成了朋友 这里的酒店老板并不友善 稍有不如意 便会客口员工工资 为了改变现状 李悠悠一有空 就留意其他招聘信息 苦练英语 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女生 鼓励她一起行动 不想这个女生 每次都沮丧地说 我太笨了 我没头脑 我不行的 每当李悠悠劝告 她总是一脸愁容 自怨自意地哀叹自己的无能 久而久之 在女生的影响下 李悠悠也生出一种无力感 甚至也跟着不想努力了 意识到这点 她主动疏远了这个女生 跟对方不再来往后 李悠悠拼命学习 肯英文 练口语 没多久就找到了更好的兼职 之后 她又挤出时间读书 写作 最终成为一名作家 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历书》中写道 一颗烂苹果 弄坏一筐苹果 那些消极悲观的人 就像这颗烂苹果 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 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时 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 腐蚀你的精神 摧毁你的生活 学会斩断黑洞型关系 别让消耗你能量的人 激进自己 没有了阴霾的侵扰 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 人生自然也就慢慢变好 二 狮虫型关系 柳宗元曾把一类人 比作狮虫 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 嫉妒别人有福 信信别人遭难 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就算你没得罪她 她也会嫉妒你 甚至想毁灭你 她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 她过得不好 你必须比她更差 他们总是在背后拆你的台 不断给你的人生挖坑 博主大可 曾讲过自己的职场故事 年轻时 她与一个同学同时进入一家医院 还都分在了重点科室 后来 大可得到了主任医生的赏识 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 业务能力也越来越强 而那位同学一直在原地踏步 有一次 科室要平忧 大可原本信心满满 结果最终却落选了 她想不通 便去找科室领导了解详情 她这才知道 自己落选是因为有人举报 她平时的工作作风有问题 而在背后污蔑她的 竟是自己的那位同学 原来 大可的优秀 始终让同学非常不爽 于是故意给她下班子 得知此事后 大可便与同学断绝了关系 没了小人的背后使坏 大可的工作终于顺风顺水 很快就被提拔为主治医师 培根曾说过 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 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 人性最卑劣的一面 就是剑步的别人好 再次思 善渡的人眼里 你的优秀 你的成功 你的幸福 都会深深刺痛她 你的生活但凡好一点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 试图把你拉入泥坑 与一心想拆你台的人相处 就像在自己身边埋了一颗炸弹 随时会让你栽个大跟头 面对这种迫害性的关系 趁早割断 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三 索取型关系 有一个词叫索取型人格 具备这种人格的人 恨不得你时时刻刻都围着他转 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 索取型人格的人 实际上极端自私 他们从不为旁人考虑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无止尽地消耗别人的善意和耐心 学会与他们斩断往来 你才能避免被他人压榨和掏空 作家老杨的猫头鹰 写过一位英语老师小张的经历 小张和同事是通过培训认识的 两人一起合租 住在一起后 每次都是小张下厨做饭 就连出去买菜 对方也从不主动买单 更令人崩溃的是 每晚下班回家 同事都要找他帮忙 有时是请他翻译一句名言 有时是请他翻译一下视频字幕 甚至有一次还请他帮别人翻译文章 翻译需要查很多资料 非常耗时耗力 他曾试图委婉地拒绝 结果反倒惹得对方不快 就这样 因为同事的要求 小张的作息时间大大减少 甚至影响了工作 终于有一次 在不堪忍受之下 他与对方直接翻脸 并搬了出去 没有了别人的无理所求 小张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也得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几年后 就成为学校英语组主任 作家胡新树说 爱索取的人 只会将你当作工具利用 直到消耗你的全部价值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 你越迁就 他索要越多 你越忍耐 他越是欺压 索取型的人就像吸血虫 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 精力 更会注食你的生活 面对贪婪无度 不知感恩的人 趁早远离 斩断索要无度的关系 防止被他人透支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四 否定型关系 现实中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刚被领导夸赞 就有人嘲讽 这有什么了不起 通过努力拿到了某项证书 就被说完全是因为运气好 想尝试一个赚钱想法 有人却说你不是这块料 趁早放弃 和这些一直否定你的人在一起 你会渐渐失去信心 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 作家李尚龙讲过自己的一个朋友 这位朋友平时最喜欢打击别人 说话总是口无遮拦 李尚龙不太注重穿着 有次朋友见了 竟然直接当众讥笑道 看你穿的那件衣服像剪破烂的 丑死了 还没等李尚龙还嘴 他又说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老改犯的 李尚龙心里很不舒服 但还是忍让着 还有一次 李尚龙写了篇小说 想跟他讨论 不想他一开口就说 我觉得这个和我的期望差很远 看了第一页就没兴趣看了 听到这话 李尚龙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 他再也忍不住了 绷得一声挂断电话 此后两人在屋来往 没了朋友的挑子和打击 李尚龙这才重新拾起了创作兴趣 知名编剧陈辉说 不要试图让打压你的人进入你的生活 这只会让你陷入一场必败的信心游戏 那些贬低和否定你的人 只会吞噬你的自信 不断给你泼冷水 最后让你在自我的质疑中 把人生过得一片灰暗 任何时候都别让贬低你 否定你的人靠近你 斩断打压型关系 让自己至于被鼓励和肯定的环境 你才能不断地获取能量 着重成长 听过一句话 人生就是关系的交响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每个人都要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 好的关系能让我们获得滋养 而一段坏的关系 则会不断侵蚀我们的人生 点个赞吧 斩断以上四种底层关系 彻底远离消耗你的人 只有把自己从底层关系里脱离出去 我们才能营造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 迈向更高的阶层 значит